他都沒有影響 就是我們叫真人的關長 主持人許乃玲演藝圈老大哥形象 在節目中表露無遺 但現在疑似被影射 捲入MeToo事件 一位女製片爆料 某位徐信一線主持人 拍攝時和她相談甚歡 不過在晚上要泡溫泉 不知是葉太美還是酒精作用 水中感受到主持人摸她大腿 雖然女製片不指名 但網友猜測疑似是許乃玲 許乃玲透過經紀人否認 表示這輩子只有三十多年前 去過綠島一次 當時和陶晉瑩去錄頑皮家族 還提到行前特別學潛水 錄影過程很順利 但根據線索網友還猜 可能是她 主持人許展元遭人影射 趕緊發文字清強調 這輩子還沒去過綠島 也不是一線主持人 雖然愛妻的父親是將軍 這是事實 但有不負責任的吃瓜群眾 留言影射或直接指名道姓 都已經截圖村正準備提告 只是演藝圈的性騷風波還沒完 一名小魔指控十幾年前 當固定班底身為新人 曾遭來賓要電話 沒想到某天錄影結束 已經很晚就接到那名來賓 說可以送他回家 途中盡遭伸出狼爪 當下他不斷反抗 最後對方不僅沒道歉 甚至開玩笑說不要緊張 一回聲二回熟 特製的這個醃製的方法 知名搞笑藝人 老婆是很棒的台語歌手 副業雞排做得很成功 種種線索網友連接藝人NONO 對此NONO透過經紀人回應 對這個人這件事都沒印象 做錯事會承認 但沒印象的事怎麼回應 演藝圈性騷風波 震撼但持續延燒 三地新聞乾涵人 盧佩宇台北 參與